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說 自己捐錢給部分泛民人士是光明正大憑良心做事 對於政改她說不接受待著先 會參與佔中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 甲樂器報導 早前延署人員到黎智英的住所 調查她捐款給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的事 有傳媒也收到匿名電郵 指黎智英捐款給多名泛民人士 黎智英接受港台一個電視節目訪問時說 財產是靠她自己一分一毫賺回來 她對捐款不會感到內疚 我就被人侵入來被人偷了我的東西 知道所有的東西我都沒有辦法 不等於說這樣我就要內疚 或者這樣我以後不捐 我不會的 繼續捐給泛民 繼續捐給泛民 我會覺得做對的事的人 捐去支持你自己信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永遠不會錯 對於政改 黎智英說不會先接受代注 指公民提名符合國際標準 大部分市民都支持 有需要的話她會參與佔中 如果你關閘 我們沒有事可做的 佔中吧 你會不會去佔中 我會 你都會去的 一起睡街 一起睡街 一起坐牢 一起坐牢 會 會 她形容 政改是一筆大數 相信泛民議員沒有人敢走數 投票前一刻 改投支持不是真普選的方案 Now TV記者簡學希報道